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昨天我看了之后 其实我的内心是感到非常非常的震惊的 为什么 因为那个枪手只有15岁 而他开枪的那一天 恰好是他的16岁生日 他在用这样惨绝人寰的方式为自己轻生 可见他的病态 他的变态到了什么程度 不但如此 整个寻凶的过程维持了16秒钟 对 然后我们给大家讲一下具体的经过 在11月14号早上7点42分 萨克斯高中发生了一起枪击案 一个日益混血的亚裔少年啊 叫 叫 叫什么 呃 Nathneel Berhal Berhal这个少年 他在第二节课准备要上课的时候 突然间掏出了一把点45毫米的手枪 朝他的五名同学开枪 其中有一名不知身亡 四名重伤 他在开枪之后也朝自己的脑袋开了一枪引弹自杀 经过今天一天的抢救 根据我得到洛杉矶时报的最新消息 Berhal在医院抢救无效 好的 让我们直接就直接讲这个案情的经过 我们想请刘律师讲一下 首先这里面有很多的点值得我们去分析 为什么呢 首先这个是一个15岁的未成年 未成年掏枪 然后他的那个背景呢 他有过一个酗酒的父亲 他的父亲呢 还在前段时间去年啊 因为车祸而身亡 所以有过这样的一个家庭背景 所以我想问一下刘律师 您觉得像这样 而且这个Berhal平时在学校呢 沉默寡言 不说话啊 所以想问一下刘律师 您对这个案子 这么年纪轻轻就敢掏枪 发生这样的校园枪击案 怎么看呢 这背后涉及到的法律文化 以及控枪这方面您有什么自己的看法 这个事情第一非常令人震惊 震惊在极点 因为第一呢 刚才James提到呢 他这个行凶的凶手 他第一年纪非常轻 才15岁 然后第二呢 变态在什么地方 他用这种很特别的方式 为自己庆生 他行凶这一天 刚好是他16岁的生日 对 那么第三点 更疯狂在哪里 他不但呢 他的目的 是要把你们全部斩尽杀绝 他并且自己也不想活了 目的很简单 他要跟你们同归于尽 对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这个人 这个少年 他现在已经死了 他自己是凶手 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他也是受害者 什么方面的受害者 他可能是家庭的受害者 可能是受贿的受害者 可能他在学校里面 应该得到应有的一些关怀和帮助 他没有得到 对 所以呢 这个事件呢 虽然已经发生了 但是由于他这个事件的特点 如果我们不来正面看待 来正面处理 他还会不断的发生 换句话说 每一个人 你们的小孩 你不但可能成为 这种校园枪击案的受害者 那么你也可能成为 校园枪击案的行凶者 那不管 以这个 他这个年纪来说 不管你是被杀的 还是杀人的凶手 那么实际上 你们其实都是西正平 都是受害者 对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我想问一下刘律师 其实我刚刚看了一篇文章 讲得很好 就是说 这种学生啊 他平时在校期间不怎么说话 突然间就掏枪干 就做这样的事情 把他称之为叫做 毒狼式袭击的枪手 但是呢 根据我这边看到的最新分析啊 就是说这个毒狼并不孤独 其实他们很多时候说 他们虽然这个罪犯是单独行动 但他们很少被完全孤立 很多人会把他这个开枪的诱因归结于说 他的家庭他很压抑 他感觉到不满 他的这个社会有看法 所以他就可以开枪 这是一个震荡的理由吗 当然不是 但我大家呢 最近有一部很热门的电影 叫做小丑 Joker Joker Joker的这个故事梗概 James给大家说一下 对 其实Joker的故事梗概 我不用说 就像中国的西游记一样 只不过是被翻拍了一遍又一遍 Joker 我可以说是在 DC超级英雄系列漫画里面 最受欢迎的反派 也可以说是美国 包括Marvel里面最受欢迎的反派 他之所以受欢迎 是因为他成功的 曾经击败过蝙蝠侠 但他击败的方式 不是说用力量把它干掉了 而是说 他 以他非常反叛 以及神经质多面的一个形象 操弄着整个歌坛室 让所有的反派都成为他的棋子 甚至他成功的 让整个歌坛室的市民 讨厌蝙蝠侠 让蝙蝠侠不再是人们眼中的superhero 这里面更重要 我觉得大家从小丑 这个电影里面看到一点是什么 就是说很多时候 尤其是青少年小男生 他在处于一种青春期 荷尔蒙疯狂分闭的 这样一个成长阶段 叛逆 那么这种阶段其实非常危险 为什么 我们大家看几个历史事实 那么第一 其实大家看到在非洲 非洲战乱这几十年来 其实这里面重要的一个战乱 打仗 内战 流离失所 然后兄弟姐妹被屠杀 那么这里面重要的一个非洲 大家互相杀来杀去的一个重要动因 就是children army 同志军 12岁13岁加入同志军 拿枪很危险 拿枪很危险 因为他们无知者无畏 不成熟 越是这样 越是杀人放火 无握不住 这是一个 第二我们看身边的 很多人在洛杉矶 如果在华人社区居住的比较久 其实大家知道 那么其实很多华人地区 比如说Arcadia 比如说Lulon Heights 那么很多小孩子 其实在很小的年纪 很小的年纪 12岁13岁 就慢慢地跟帮派分子来往 然后加入帮派 杀人放火 无恶不作 所以举例说明好了 就像前几年 Arcadia High也是一个 在一个学生家里聚会里面 那么其中一个16岁的一个高中的学生 在当着所有人的面 拿着一把刀插路 插到那个Bestay Boy 过生的那个脑袋里面 当场把他杀了 全部人就吓死了 问题在什么地方 就表示 这个风险无处不在 如果你是在美国的华人 那么你们的小孩子 家里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 不但我刚才提到的 如果这种问题不正面对待 不但会成为校园枪击案的 被杀的那一个 成为受害者 那么即使他成为凶手 最后的下场 也是凄惨 也是惨剧 换句话说 凶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也是受害者 为什么 他在最需要关爱 最需要引导 最需要记忆年纪 他没有得到 当然你说刘律师 如果我们什么都给他了 他还是这样 那我怎么办 那至少如果你该做都已经做了 那么你该管教 该关爱的 你关爱了 该管教的你管教了 你还是 你这个小孩就是从小 可能就是路数不正 压抑 就是个灭种 那么这样的话 你这个至少你没有后悔 你没有悔恨 对吧 我该做都不做 我能做的全部都给你 对吧 那么怎么办 没办法 但是呢 很多时候 你如果没有做 或者没有做够 如果小孩子出现这样的一个偏差 误入歧途 参加帮派 把人打死了 被人打死了 那么你的后悔 你的悔恨 是一辈子 对 所以他会成为你一辈子的这个包袱 你可能 换句话说 你可能过不了一辈子 你可能每天在这种悔恨的泪水里面度过 可能一年不到 你实在受不了 你自己自杀了 所以呢 他这种社会的危害性是非常巨大的 大家要说 换句话说 如果呢 有家长 家里的小孩这种判例年龄的 所以呢 大家一定要注意 尤其是在美国 又为什么 美国这个社会跟中国有巨大的不同 什么意思 美国这个社会 它一个主体 是个体为主 中国是以集体为主 什么意思 中国呢 喜欢串门 对 没事 什么老王老张老李 对吧 没事 你到我们家来喝个茶 我去喝个酒 对吧 然后呢 邻里之间呢 喜欢串门 虽然是非多 但是它有什么好处呢 对 很多的不平 很多的愤恨 慢慢 喝了一杯酒之后 一杯酒不行 来两杯 化解 化解了 对吧 一瓶二锅头不行 来两瓶 对 烧烤嘛 烧烤 对不对 一顿烧烤不行 两顿烧烤 对不对 所以这个问题解决掉 就换句话说 它没有这种吸引你的疾病 但美国不一样 美国 你可能你们家邻居 在你对门住了十年 你不叫他叫什么名字 对 你跟他打过一次招呼 对 这是很有可能的 就换句话说 美国呢 它呢 强调有事 对 不重视 人与人之间 他这种礼貌 他既是既是一座桥 也是一堵墙 对吧 你游到女主家里去 你不可以随便敲门 说 James你干嘛呢 没事 咱就喝一杯 对吧 是吧 对 我明白 你刚才说了什么 我问你干什么 你说了什么 龙虾 龙虾 我以为你敲门 找我要龙虾了 对 对 龙虾吃多了 党固醇太高 对 对 你看刘律师 你干这样 对 是不是 所以现在改吃螃蟹 对 所以我现在走路是横着走 对吧 大家千万不要扔我 所以呢 从这个角度来说 那么礼貌是人和人之间的 以美国社会来说 是他一座桥 换句话说 大家彬彬有礼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也是一堵墙 对 什么意思 你有问题 你不敢来找我 对 你找我 我又不会理你 对吧 我可能礼貌性的位置 所以James May How are you 对 如果你 如果你 如果你开始跟我讲你的各种烦导 If you start babbling 对吧 你看我们这个直播做的不顺利 对 对不对 等了40分钟 对 我气死了 怎么样 对吧 我很在乎时间 对不对 然后我听了之后 我想我跟你客气一下 怎么样 你这个孙子 居然 真的像我直到苦水 Do I look like your girlfriend to you 对吧 我一刻说 Hey James May I'm really busy We'll talk about that later 对吧 我立刻就走了 心里很痒 James脑就有问题了 对 他就被气了下气疯了 就是 你这个小破属怪我鸟事 对吧 是这个意思吗 所以美国的他这个社会呢 文化不同 貌似文明 实际虚伪 对 所以换句话说 你心里里 这个不平 这个愤恨 这个气氛 激压着整个像垃圾一样 越激越高越激越高 对 到一定点的时候 你实在受不了 爆发了 你问为什么 你一定要爆发了 怎么样爆发 将小丑拿枪杀了 结果到了 对 所以呢 在这个社会里面 在美国这个社会里面呢 我个人觉得 大家提到了 尤其 因为他是注重个体 对 注重隐私 注重隐私 所以呢 尤其小孩子呢 家长 家长一定要跟小孩子 多沟通 多交流 说到底 这个沟通啊 真的是 非常的重要 那么这里面呢 其实我刚刚看了一下 就是FBI这个案子 FBI的局长 Christopher Ray 知道这个案子之后呢 他提了一个建议 当然跟刘律师 刚刚所谓的沟通 有异曲同工之妙 刚刚刘律师说的很好 美国的家庭 是邻里之间 鸡犬相闻 但老死不相往来吧 但是呢 那个雷局长就说 他说 我们要多多观察 身边的人 多多举报 对 什么意思 说让你总结一下 say something say something 对吧 对不对 把每一个人 美国每个人 变成朝阳群众 变成朝阳大妈 那怎么样 我才能够断定说 你好像有点要枪击的意思 我怎么知道呢 就是难道说 他不讲话 就说明他第二天 就会去学校 把人秃秃吗 不太 这个好像很难 对 我个人觉得 他不单纯是不讲话 我觉得他如果 做到疯狂举动之前 他肯定跟身边人有所接触 对 不然他枪从什么地方来的 对对对 因为现在最新调查表示 他这个枪呢 他家里其实找到六把 六把 六把是注册的 还有没有注册的 对 他家里基本是个小军火库 但这个六 他行凶用了这把枪 对 不在他爸爸的 准确讲是后腹 对吧 stepfather 是他这个继父的 这个枪 枪里面 嗯 他枪他一定有个来源 有来源 他一定跟有跟别人交往 嗯 如果一般人 除非是职业的那种 黑社会分子卖枪的 对 那不算 一般人他你要枪 想你要枪干什么 对 对吧 是这个意思吗 未成年网吧都不让进 对对对 你还要枪 是吧 那扯淡 对 你知道吗 对 所以这里面呢 我就看到啊 莉莉玛年啊 老朋友了 经常会在我的直播间里面串门啊 他串门的那一个主要目的道 就是要宣扬 西方有多好 中国有多么不好 那么刚刚发生了一个 惨绝人ív的枪击案 非常感谢你的 支持 好 那么我们这里面继续讲这个话题 就说到枪击案控枪还是那个话题 你看这个15岁的少年 他你说这个他就能抛起枪来做这个事 岂不人心惶惶 我们有没有要这样的一个担心 没有吧 就是枪现在枪的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是老问题 是个万年老话题 那么现在答案只有一个 答案不是控枪而是进枪 对 能进 一定要斩草出根 连根拔起 因为为什么 斩草不出根 春风吹又生 对吧 所以呢 但是现在尽强的问题在美国的宪法 美国宪法明确表示 公民有拥枪的自由 当然也包括绿卡 对 为什么宪法不能够改变 因为宪法是美国所有法律的 最根本的基础 是美国所有法律之母 宪法不能改变 对 但宪法不能改变 是现在不能改变 以后有没有可能改变 有没有可能 对 可能性存在 但是那需要时间 为什么这么说 为什么第一 宪法需要改变 因为当时美国宪法里面 有公民拥枪自由的时候 那么 对他当时制定宪法的 这些美国 民主自由制度的 这些先父 他们最大的担心 是不希望美国一个专制的政府 怎么样可以防止专制的政府 就是老百姓他有枪 如果你政府专制 政府忽然 我就可以揭竿而起 对 可以翻专制政府 他是希望 政府和老百姓之间有一个平衡 你不能乱来 你也不敢乱来 你乱来 老百姓揭竿而起 能手一把枪 对吧 就可以把你干掉 对 是这样一个目的 但是呢 我个人认为 这种当时制定这个宪法的社会基础 已经完全不存在 对 为什么 因为美国呢 他选举自由 对 如果你说 我对当政者不满 没关系 你可以去选嘛 经非系统 对不对 市长 议员 政长 总统 副总统 你有本事 你觉得说 你这个专制政府 老百姓拥戴我 如果拥戴你 那么你就可以选上 对 第一你可以去选 第二你很大的可能会选上 你自己就成为政府 你成为议员也好 市长也好 县长也好 总统也好 那么你自己就成了政府 对不对 当然从我角度来说 如果你自己也成为专制政府 那么你肯定就被推翻掉 就比如说 现在我们川普总统 面临的弹劾还一样 对吧 危机 所以换句话 因为你有这个选举制度 所以你不需要结干而起 你有一种更加容易 更加直接 更加平和 不需要流血 不需要 无数人流离思索 有个更好的方式 血流成河的方式 来完成政府的这么一个根体 对 所以呢 那么这个社会基督不存在 那么宪法与时俱进 那么我个人认为 这个宪法 拥枪自由 必须不是说 我们呢 从一定出场的遏制 不是遏制 而是完全禁止 斩草出根 那么这样的话 才会完全杜绝 这个美国社会 就这么多几乎是枪击案 现在感觉呢 几乎是每天都有 如果没有 感觉说今天好像少一点什么 今天怎么没有枪击案 对 对不对 这还是美国吗 舒服 对吧 这还是美国吗 怎么能这样 不正常 所以这个呢 就换句话说 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恐惧当中 对 不小心 外面比如说 音乐节也不敢去了 对不对 现在要到年底了 人多的地方都不行 Thanksgiving Christmas New Year 所有大的节目都来了 对不对 你也想去看 你也想去买点东西 去享受一下节目的气氛 对 但是呢 你去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什么 要注意两个东西 第一 穿上防弹衣 第二 戴上头盔 万一呢 出现疯狂枪手 对不对 你这样可以保护自己 对 好 那么这里面我觉得 关于这个枪啊 在美国就是说了一天又一天 但是每一天 我们都可以在美国的新闻里面 看到 强劫案的新闻 所以到底什么样的时候才是一个头 那我觉得 对 另外一点我想特别强调一下 为什么很多 刘律师 那宣法是一个方面 那么还有其他的原因 让禁枪或者说严格控枪这么艰难 那么几个原因 第一 最大的原因是法律 宣法 那么明确表示公民拥枪的自由 对 那第二点是文化 那美国这个社会几百年过来呢 他有枪 然后呢除了呢 他可能说第一做一种运动 第二的话他可能打猎 第三的话更重要的是什么 更重要的美国这个社会啊 他注重私有财产 神圣不可侵犯 对 私有财产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重要的是你们家的房子 你住了这个房子 所以有句话叫做 A man's house is his castle 对 为什么叫castle 就是说 这是我的房子 就是我的城堡 如果你胆敢侵犯我 进入我的城堡 老子就把你 手起枪弱 突突了 就地正法 对吧 但是我没有枪 我怎么能把你就地正法 所以我必须要有枪 嗯 是这样 这是一个 鸡和蛋的问题 感觉是 对 这是个文化的问题 第一是法律 有人这样的法律 那么几百年延伸发展 就成了美国文化 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对 第一是法律 第二是文化 第三是什么 是钱 永远都离不开钱 对 那为什么 步枪协会 步枪协会 那么作为美国大军火商的 利益的代表 如果进枪了 我们这些工厂这么多工人 对吧 我这些机器怎么办 工人怎么办 对不对 我不但不能赚钱 我可能还要亏钱 可能还要破产 对 对不对 为了金钱的利益 所以步枪协会 一定 要确定 第一不能进枪 第二即使控枪 也不能控的太狠 太狠的话 老子要亏钱了 要搞命根子 所以不能靠我的命根子 嗯 嗯 所以呢 党人才路 对 就等于 谋人性命 对 这他们的观点 没办法 对不对 你咋老子的饭碗 老子就要搞死你 就这么个 就这么个态度 是 说到底呢 其实呢 天下无一般人呢 就是猴子 所以刚才这个网友说 觉得中国好 美国好 其实呢 中国美国都有好的地方 都有不好的地方 对吧 只不过一个说英文的猴子 一个说英文的猴子 一个说中文的猴子 对 有人可能说什么地方方言 上海话山东话 世冲话 对不对 说到底都是猴子 嗯 对不对 对 这是什么好计较的呢 是的 所以但是之前呢 但是告普美国步枪协会啊 嗯 他这个这几十年来 深耕发展 嗯 所以呢 他不但呢 是我们总统的大金主 对 他并且两边压榜 对 所以呢 在共和党民主党 他这里面呢 都有得过美国步枪协会的好处 对 对吧 拿人的手软 吃人的嘴软 嗯 现在呢 民主党共和党 两党嘴软 手也软 都软 怎么办 都拿了钱 对不对 什么也办不了 是的 之前呢 在那个波士顿 有个幼稚园 Sandy Hook 有个准确讲 不是幼稚园 是那个 Elementary School 是小学 发生枪击案 有26个儿童伤生 那段期间呢 那个 其实呢 那我有计划 嗯 要 当然 我自己计划 是我自己有这个预约 是一部分 那另外一部分呢 当时呢 也是有一些 美国的政治人物 希望我来出面 来状告 美国步枪协会 嗯 当时呢 是有这个意愿 但是没有进行 没有进行的原因呢 是没有找到客的 对 是这样的 所以呢 但是呢 这个 虽然这个事情没做 但是呢 我觉得 这个事情 我虽然没有做 但是迟早一天 会有人做 嗯 愚功愚三 虽然 可能历经千年万年 但是 你只要每天一点 迟早 都会把你一点 对 所以这里面呢 我们还是要 内心要有个信念啊 梦想要有的 万一实现了呢 这个就是 尤其是 尽管有千从万难 但是 还是值得一试 好了 那么我们就现在进入 下一个 弹劾案的话题 对 总结一下 美国 如果你住在美国 但是如果你去 你现在住在美国 嗯 每天枪击案 巷员枪击案 商场枪击案 嗯 什么武厅枪击案 对 你感觉在伊拉克一样 这是不对 对 没有必要 就给自己 搞这种危机感的氛围 对 但是呢 从另外一方面来说的话 只要让你免费旅游 觉得我虽然 人在美国 感觉我能在巴勒斯坦 能在伊拉克一样 对吧 所以 土耳其叙利亚战场 对 对 对 好的 感谢观看